最近我發現街市有很多名於很大粒的荔枝 這麼大粒 但跟普通的荔枝有什麼分別呢 我今天就帶大家來試一下 首先我們先試一個大粒 這大粒在食堡裡面真的 是...是成水 這麼大粒 好 2 1 3 2 2 2 1 3 1 1 2 這些滑滑汁好像染酒進去的味道 不是 很不順 我建議觀眾不要買一隻來自 因為我實在太貨了 剩32元只有9粒 你不知道 你自己買回來 接著試一下這粒小小粒的荔枝 很正宗的荔枝 平時吃開的 吃不完嗎 很大粒 好吃嗎 不是 你試一下 小粒小的荔枝是好吃很多的 小粒小的荔枝 碎入鍔枝 碎入鍔枝 小的荔枝 店4年 现在是做一件事就是洗手 开凳凳 经测试 我刚才吃过一粒超大的荔枝 它32元只有9粒 而且是很难吃 有酒味那种 但是你买的那种差不多20多元 一一斤那种 都好吃但很甜的 我建议这样种就是买回普通的荔枝就好了 那下次下次是这样 这次的频道就这么多了 拜拜 记得订阅我